如果在这个宣布对台军售以后 很快的就有这个川习的热线电话通话 我就觉得这个G20的阴影就比较不会那么 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了 毕竟两个大国有太多事物必须要商谈 我觉得这个因为中国跟美国之间 还有今年下半年还有很多重要的会议 这个包括这个G20包括APEC 那么而且川普总统已经再度确认 是会在今年内会对北京进行国事访问 那么所以对台军售这件事情 如果越晚宣布对于美中之间的变数就越多 那么越接近中国大陆的19大 变数压力就更大 所以迟早都要宣布的话 不如早宣布还有控管的机会